最近 PROTON E-MAX 也就是 PROTON 这个电动车子品牌呢 他们在他们的官网发布了一个预告 在这个预告里面居然出现了三辆车 那么这三辆车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PROTON E-MAX 未来的新产品计划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第一辆车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这个银河 E-V 其实银河 E-V 这辆车就是极力跟 PROTON 共同开发的新一代电动车 它是一辆电动的SUV 然后它的车身是码大概是在 C-Segment 的SUV 左右 可是中国的媒体有表示这一台车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这个 BIATI 的 YEN PLUS 也就是 ARTOR 3 所以它在中国的售价其实并不会太贵啦 它的起步售价是低于10万人民币的 而之前 PROTON 的高层有过我们表示 那个 PROTON 的首款电动车会有一个很有竞争率的价格 所以价格的部分大家就敬请期待一下啦 那么关于这台车的其他细节部分呢 它就采用了极力自己开发的这个神盾短刀电池 也就是零酸铁铁电池来的啦 据说呢这辆车的电池容量呢 会比起 BIATI 的刀片电池更高 所以它就会更好的这个续航表现 而官网表示呢在这个 CLTC 测试之下呢 这辆车最大续航达到了530公里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CLTC 会有一点点灌水的成分在那 所以实际上它可以跑多少 我们要等到实车登录之后才会知道 那么这台车呢是采用这个单电机的设计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16 HP 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 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肯定的是呢 大家在今年的8月份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台车的影片 相信我 因为 Proton E-Max 呢 即将为这款车举行一览 所以就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那么在这个 Proton E-Max 呢 它们公布的预告中呢 有展示第二辆车 这辆车是 Proton 的第二款电动车 这个也跟之前原厂高层讲的说法一样啦 就是它们不会一次过只发布一辆电动车 而是几辆 那么这个第二辆电动车是谁呢 其实这款也是一款新车 也是在中国刚刚于工信部登场的 这个吉利新冤啦 预计呢吉利新冤呢 是在这个几何品牌下啦 而不是这个银河品牌啦 那么这辆车呢 目前没有太多的详情啦 只是知道呢 这辆车会有两个电池组 它配备的电机是116 PS 然后呢它的 级速分别是115 kmh 还有135 kmh 所以这辆车主打的就是一个市区驾驶的电动车啦 那么在车身重量的部分哦 会有惊喜 因为这辆车的车身重量 并不会超过1300 kg 如果以电动车来讲的话哦 这辆车是真的很轻 因为通常我们知道电动车可能都是15 kg 16 kg 可是它只有不到1300 kg 所以轻量化是它的卖点 另外呢它的电池组的供应商呢 是这个宁德时代 所以大家对宁德时代应该会比较有信心 而根据官方表示这辆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BYD的Dolphin 所以我相信这台车在马来西亚 售价应该是六五万到八万块左右的价位啦 所以其实是一款非常新的电动车 那么关于更多的详情呢 原厂暂时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就希望原厂以后可以公布更多详情啦 那么大家看到这边呢 应该会觉得前面两款车我讲到很敷衍 所以影片很快结束喔 其实不是 因为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第三个我要讲的车款上面 根据这个预告呢 第三款车是一辆舌弹 而且这辆车不是电动车 那么它是什么车子呢 根据这个剪影呢 我们猜测这款车会是这个吉利银河L6 而且它采用的是1.5公升四缸的雷神动力引擎 大家听到这一点是不是很surprise 其实Proton E-Max 并不只是销售这个纯电动车而已 这个PH-EV 也是古于Proton E-Max 所贩售的特质 那么银河L6有什么特点呢 特点就是在它这个雷神混动 这个雷神混动呢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是这个1.5公升四缸引擎 跟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机组组成的系统 那么它配备一个超大的电池组 纯电续航可以超过100公里 如果是油跟电混合的话 官方表示呢 在这个银河L7 不是L6啦 银河L7上面 它的最大续航可以超过1370公里 所以这个油耗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强的地方并不只是它的油耗 它的动力表现也不错 而根据这个极力官方的数据呢 这个银河L7所采用的混合动力系统呢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385hp 风值牛耳表现535Nm 0-1表来的加速为6.95秒 如果是讲以这个size的SUV 我觉得这个加速表现真的是超级的强 而且重点是Proton引进的新车呢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银河L6 所以车身重量更低加上低风阻 它的加速表现会更为的出色 而且实际上呢 那我们在之前呢也获得消息就是 Proton 其实已经在这个Panjon Marino的工厂呢 布局生产这个全新的1.5公升4缸引擎 而且呢 根据一些这一个技术人员透露呢 这一个Proton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呢 会在2025年登场 算下现在已经2024年的8月了啦 所以其实这个引擎距离跟我们见面 是非常非常快的了的 你应该很想知道Proton的电动车 还有它的PHEV车款 什么时候会给这个公众观看呢 根据小道消息指出呢 这几款车呢 有机会在这个今年年末的吉隆坡国际车展 也就是KLIMX Claim 上面做出手远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指出呢 这一款车很快就会有这个媒体一览活动啦 就像我该讲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几款新车的这一个详情呢 可以订阅我们的channel 我们会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其实看完这SUMMY3款车之后呢 我个人对两款车是非常有兴趣的 分别就是这个吉利辛苑 还有这个银河L6 因为吉利辛苑是非常适合马来西亚消费者使用的车子 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是在市区驾驶 市区驾驶的电动车呢 灵活度是很好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也不用去担心讲就是 你时常要去service等等等等 所以这一款车我觉得它会有它的市场 那么银河L6呢 则是更为适合时常有这个长途驾驶的朋友呢 它在市区驾驶既可以存电 在长途驾驶你又不会有这个续航焦率 所以我觉得PSCV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那么各位给你选择的话 银河L5 跟吉利辛苑 还有银河L6 你们三款车会选择哪一辆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第一手消息 记得哦 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赞订阅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